来自全时超市的员工联合声明表示 他们决定集体请病假来要求资方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测试 并且需要被隔离的员工资方也应该要支付薪水 而提出这些要求的主要原因是资方只愿意把时薪调高两美元 但这并不能解决工作环境太危险的情况 且不少员工甚至认为要每周五天冒险外出上班时薪应该增加一倍 除此之外全时超市的员工也抱怨公司并没有规范出合适的防疫政策 包括没有确保员工与顾客之间可以保持至少六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没有提供足够的消毒器材 没有要求如果发现有员工确诊应该立即关闭分店 直到确定工作环境安全之后才会重开 且按照全时超市的现行政策 身体不适的员工选择回到家自我隔离 就算没有确诊新冠病毒也无法安心休假 至于目前身体健康的员工则必须要面对人力最低的情况 不只因为许多人选择休假 且多数必须上班的员工可能都是不得已必须要上班 不过全时超市则回应公司致力于保持员工健康为优先 会持续推出新的安全指南 不过公司在员工管理方面则是采用开放政策 有需要的员工可以直接向上级反应 东西新闻团队在北加州的总和报道